公元前91年 汉武帝最喜欢的儿子 长子也是太子的刘具刺杀了 这位素有贤德之名的太子 死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 这是复杂的说法 如果换一种简单的说法 那就是太子被人冤枉了 含冤而死 所谓复巢之下没有完卵 太子身后的一肝老小 自然也都要跟着遭殃 这帮遭殃的人里呢 有一个婴儿的名字很引人注意 叫什么名字呢 刘病矣 刘病矣的父亲呢 叫做刘进 而刘进是太子刘巨的儿子 所以作为太子孙的刘病矣 虽然仍在强保之中 也还是要受到牵连 曾孙虽在强保 由坐收戏郡抵御 汉书宣帝纪 他离开了锦狱时的摇篮 转而被送到了监狱里 那里阴森灰暗 潮湿暗无天日 刘病矣身在其中 仿佛置身于人间地狱 在那里 没有人拿他当皇孙 他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 他和所有人一样 是最普通通的犯人 身不饱 穿不暖 还时常要受到孽怜 后月二年 公元前87年 二月十分春寒撂翘 万物长出心之嫩礼 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还远远没有来到 这一年 长安城的监狱里 发生了一件怪事 忘弃者 严长安狱中有天子气 汉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有人发现在长安城监狱的上空 有天子的气象 史料没有给出天子气象 具体指什么 但根据推断 应该是类似于 有事没事就打雷闪电 天空冒红光 监狱冒烟雾之类的奇观 按今天来说 其实这很好解释 复杂的天气变化 经常会让人误以为是怪力乱神 但古代人可不讲科学 发现有一场 立刻跑去向皇帝报告 汉武帝一听 这还得了 监狱里有王气 有天子之气 也就是说 监狱里可能有一位 可以成为帝王的人 大汉只有一位帝王 那就是自己 监狱里的人有天子气象 岂不是说这里边 有人以后放出来会造反大皇帝 汉武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找来官员 要求把监狱的犯人一一清点 然后不管罪过轻重 一律处决 这些囚犯们可算是倒了大霉人 有些犯人只不过是小头脚 摸进来关几天禁闭 没有想到临时得到通知 皇帝下令全都砍头 但不久之后 皇帝又把这道命令收了回去 因为他猛然想起 之所以监狱里会有天子的气象 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皇宗村刘平 也还在里边关着呢 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到了垂暮之地 年轻时的他 在朝道上诡谲凶残的政治斗争中成长 变成了一个铁血无形的君王 杀伐征战是汉武帝一生的邪状 他曾经杀掉过先帝 留给他的脱骨众神窦英 也亲手杀掉过自己的宠妾勾义夫人 他甚至亲手逼死了自己最爱的长子刘炬 杀吧 杀吧 只有不停的杀戮 才能让汉武帝觉得天下太平 觉得帝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现在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 当年那个守时天子浮渭的年轻人已然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静下来的老年人 他很孤单 他很寂寞 在这条帝王之路上 汉武帝亲自品尝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 现在他已经杀不动了 他也不想再杀下去了 于是他亲自颁布了这样一条命令 天使之野阴涉天下 也许这是上天注定的 既然如此 那我何必再举起屠刀 最准罪的孩子呢 倒不如大乘天下给这条生路 幸运的刘病也没有死在监狱里 也没有死在刑场上 而是在汉武帝大乘天下的政策下 被放了出来 童年家破人亡 少年身陷灵悟 而现在他终于离开监狱 站在长江城中 放着羞耳的人潮 不知何去何去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养尊处的皇家子嗣 也不再是阴暗监牢中的蝼蚁 他已经长大 但也彻彻底里的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但谁也不知道 这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 终有一天会成为大汉的天子 当然那天还很遥远 此时走刻 他必须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他要吃饭 他要喝水 他还要有住的地方 对此时的刘文以来说 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努力奋斗 无亲无辜 刘文以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呢 叫做徐广汉 徐广汉的人生经历很传奇 他曾经是汉武帝的侍从 专门负责替皇帝牵马 有一次牵错了马 把别人的马鞍放到了自己的马上 按理说 一不小心拿错了情有可原 但西汉法律援军 徐广汉这样的行为为于偷刀 按照法律 偷马鞍一父应该立即处死 但老许同志毕竟是皇帝的侍从 在法律上应该优待一下 于是死刑呢 就变成了公刑 当然了 受了公刑 对男人来说跟死刑没什么两样 大好在徐广汉被淹之前 就有了一个女儿 名字叫做许平君 受了公刑的徐广汉流落江湖 正好和刑满是放的刘宾宜认识了 徐广汉同志慧眼诗珠 二话不说 就把自己的女儿许平君 嫁给了刘宾宜 刘宾宜呢 还没能反应过来 就人在家中坐 媳妇添上来 当然 虽然来得突然 刘宾宜还很开心的 现在 他不再是那个人人唾弃的罪犯 也不是孤苦零零 又无处可去的人 他有了一个家 还有了一个妻子 许平君呢 生性温良贤淑 他并不嫌弃 自己的丈夫贫穷落魄 反而对刘宾宜相计如名 十分乖 他们过得很拮据 但是很安定 他们的生活很困顿 但却有一种世俗之外的幸福 刘宾宜第一次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和世间的亲情 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对许平君 郑重地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死生即阔 与此成说 无论沧海桑田 时光变化 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在当时看来 这份许诺很实在 但却并不浪漫 刘宾宜不过是个平头百姓 能娶到许平凝 已经算是重大奖了 他有弹劾才去爱别人的 但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一切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 今天的平头百姓 就是明天的少年天子 让我们切换到 另外一段时间线上去 垂木之年的汉武帝 一朝过去撒手人寰 一代伟大帝王的人生 黯然落幕 皇帝死了 新级位的汉昭帝刘富林 也没干两天 就领了便当 朝帝为儿子 所以皇帝的传承是个大麻烦 此时朝廷里最有权势的 大臣叫做霍光 这位仁兄历史两朝 权力很大 能力很强 于是选拔皇帝的任务 就交到了霍光同志的身上 选皇帝呢 当然要从刘氏宗亲里选 选来选去 选到了昌义王刘鹤 也就是武帝的孙子身上 刘鹤同志可以说是 中国皇帝历史上的一个奇葩 再为二十七天 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坏事 霍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把刘鹤给撸下去了 刘鹤走了 皇位又空了出来 西汉王朝幅员辽阔 握头千里 奏折转眼就堆积如山 国家大事一见接一转 悬而未绝 没有皇帝 一天也玩不转 霍光急了 又开始在刘氏宗亲里扒了 扒了来扒了去 就发现了流落民间的刘病椅 这是根正苗红的皇位继承人呢 啥也别说了 就是你了 人在家中坐的刘病椅 刚刚经历完 写出天上来 立刻又经历了皇位天上 他被霍光选中的理由也很简单 这位手握正权的三兆大臣 希望找一个根基薄弱 背景全无的傀儡皇帝 充当西汉王朝的吉祥物 公元前74年9月10日 一个罪犯 一个囚徒 一个平民 终于成为了一代帝王 刚刚当着皇帝的刘文椅很懵 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突然了 魏阳公的耀眼朵 莫让他睁不开眼 君臣们服属在地 珊瑚万岁的声音 使他震聋发魁 我是谁 我在哪 为什么我突然成为了皇帝 来不及思考 他很快就遇到了 他皇帝上来的第一个问题 扶持刘文椅上下的霍光 想要进一步的控制皇帝 所以就把自己的女儿 霍成军嫁给了刘文椅 不仅如此 这位老赵二人 还积极的煽动满朝文武 胁迫皇帝 立霍成军为皇后 群臣非逼利诱 大用你不立霍成军当皇后 我们就跟你玩命的架势 年轻的刘文椅根基不稳 没有丝毫顿着背景 他如何跟这帮穷雄节的大神们对抗呢 皇帝一言不发 只是轻描淡写的发布了一道圣旨 我想要寻找一把年轻时 我佩戴过的宝剑 皇帝的意思很明显 我所爱之人 就像和我一起历经世间的宝剑一样 不能割舍 不能抛击 谁是他所爱之人 是在他最落魄时 接纳他帮助他的许平君 皇帝说得出做得到 排除万难 把发起许平君立为了皇后 这位不依天子履行了他的承诺 而这道圣旨 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圣旨 死生即祸君修温 与子偕老情 我永远爱你 我永远不会抛弃 这是我对你最初的成果 皇帝和皇后你弄我弄 一旁的霍光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也许他的选择又错了 多年前 他曾认为倡议王刘鹤昏庸能为自己所用 但没想到刘鹤是个天不怕定不怕的主 谁的话也不听 而现在 看上去软热无能的刘鹤 使他是个心智异常坚定的人 无论是谁 都没有办法左右他的决定 但现在墓已成舟 霍光又能怎么办呢 这位全金朝野的大臣 终于感受到类似慌乱 山雨欲来丰满楼 看来西汉要变天了 好了 我是历史骑士天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我在家之后 忽然明白 我们的爱 根本只是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